哈喽哈喽同学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手办课前预热课 我是咱们的主讲老师孟孟老师啊 那咱们先来测试一下设备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 并且呢能够看到咱们这个画面的同学呢 在公屏上回复回复一波666吧 好吧 嗯相当于咱们66大顺啊 开课顺利 然后后面的制作也好 学习也好 咱们一切顺利 然后争取从小白到大神是吧 哼哼 有四堂课的一个基础啊 新玩家老弟 嗯 好的 没有问题啊 因为刚才切断直播要重新开始 咱们都要进行一下设备测试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好的 嗯 手办课前预热课 它相当于是我们对一些基础工具和一些材料的一个认识啊 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对于新手小白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有一点点基础的话 也建议同学们来稍微听一听啊 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的一些理解啊 或者一些操作方式啊 可能 嗯不太一样 然后咱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啊 这个真真真这个 咱们这堂课真的是真真正正的小白啊 因为什么呢 就是从工具材料开始讲解如何使用啊 我们一般会用到的哪些工具 包括我们在开课的时候的材料清单当中的一些材料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不太懂的啊 或者是说不知道到底是买呀 还是不买呀 你们到时候都可以随时在公屏上打出来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解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手办的课前 预热课的一个学习目标 那它的学习目标呢 是通过这个课程呢 了解咱们手办基础工具材料啊 呃 然后并学会如何运用及操作它的一个手法 比如说咱们把咱们的这些常用的一些工具 进行一个认识 然后呢 还要学会如何去操作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的学习方式呢 有直播课程加直播回放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现在是直播课程啊 那如果同学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今天 这个忘记了 或者是忽然间有事情 我可能来不了直播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选择看直播回放 是这样子啊 那本节课的一个目标呢 是在认识咱们手办常用的工具 及制作材料 包括一些稍微简单一点的一个基础操作手法 今天 基本上不捏东西 咱们主要是 讲一些材料的一个使用把和认识 还有包括咱们一些稍微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工具 在使用当中如何来用的这样一个操作 是这样的啊 嗯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手办啊 手办呢 是指这个动 根据这个动漫游戏人物造型设计 而形成的这个人形玩偶 也是动漫游戏周边的一种 那咱们这个手办 其实现在也不是一个狭义的了 可以说是一个很广义的 为什么说是广义的呢 是因为现在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说的一个常见的盲盒啊 我们有的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手办了 那手办呢 一般价格上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元不等啊 还有上万的对吧 包括一些限量的什么的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学习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自己来制作 比如说限量的话 如果我的这个技术达到了 我就可以自己来捏制了对不对 然后我还可以做一些小的一些盲盒啊 然后还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些创作 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创作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手办啊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 而且是满满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希望同学们通过咱们的学习能够从小白到大神啊 希望大家到时候都是能够不说 不管是正比也好啊 还是Q版也好啊 反正有一个自己特别擅长的 我觉得就很好了啊 那我们的一个学习路径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预热班啊 然后还有一些某误实玩 还有简单的人物课程 还有正比人物课程 再加上一些学习课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路径 然后希望咱们同学把这个基础打好啊 打捞 包括比如说如何揉圆 这个圆如何让它表面没有这种裂痕 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在制作的时候 把基础打好了 后面的话我们相对来讲还会简单一些啊 那我们在制作这个年头手办的时候啊 都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首先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最好就是要把这个笔记的能够提前预习一下 因为我们到时候都会有老师给把这个笔记发过来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课前上边要使用的这个工具呢 同学们也同时呢 要把它准备好 还有呢 就在上课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手部和桌面电板工具材料 都要给它进行一个清洁 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了啊 这个比较干燥 这个符毛毛特别多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材料啊 电板啊 手啊 这个清理干净 这样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它表面上也是比较干净的啊 然后还要按时听课多多练习 就是你听十遍 不如你做一遍啊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手办工具的这个材料都有哪些好吧 然后顺便再认识一下 嗯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持续主要列的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材料啊 嗯 主要是有这个切割垫啊 还有那个苏形刀 还有擀面杖 压米板 棒针 还有这个顽棒 小剪刀 切割刀片 基本针和白乳胶 嗯 咱们是课前预热课责保同学啊 然后呃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我们手办的基本常用的工具了啊 然后详细的那个材料清单的同学们其实应该是血管有发到了对吧 然后如果对里边的还有一些不懂的哈不太了解的也可以再问我好吧 然后我在呃课堂上还会给你再延伸一下好吗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 有没有同学对这几个都知道叫什么的吧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的 嗯 都可以说一下啊 嗯 呃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切割垫啊 一般我们管它叫切割垫板 这个切割垫板可以说是必备啊 为什么说必备呢 因为切割垫板是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操作的一个台面啊 而且呢它上面有这个格子 那这个格子呢也方便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测量它的长短啊 啊有这样一个尺寸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切割垫板上面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用小刀啊 或者是用这个那个刀片来这个裁切粘土的时候 这个切割垫板它有的时候它是有那种自愈能力的 除非你拿的特别深啊 所以这个切割垫板是非常实用的 也是必备的 那这个切割垫板呢 有大有小 我们一般用的是A3的 如果你的家里边地儿特别大 还有个特别大的桌子的话 你还可以往上啊 更大A2啊啥的 就更更大一些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白柔胶 白柔胶呢 同学们不要想的太复杂啊 这个白柔胶呢 就是你上文具店里边就能买到啊 就是那种普通通的白柔胶就可以了 那白柔胶呢我们在这里边呢 主要是用于粘贴咱们粘土的一些零部件 或者是在组合的时候给它进行一个粘贴 那白柔胶在制作的时候啊 一般情况下不要抹太多 因为你抹太多了 它就会变成短暂的润滑剂 然后半天呢就是粘不上 然后可能这个衔接的这个部件还会来回的晃荡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白柔胶在使用的当中的时候尽量不要抹的太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白柔胶 它干了之后是有点透明的嘛 所以我们在衔接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在用白柔胶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给它粘上的话 因为它也不会马上特别快的就粘到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粘不太好 还能够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感尼棒 感尼棒的话 它这上面有很多种啊 感尼棒的话 我们在一些店铺上面能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感尼棒 那这个感尼棒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有的会有那种空虚的感尼棒 但是不太建议同学买那种空虚的 一定是要有那种分量的 沉一点的 这样会比较好用啊 是这样子 那同学们不知道对应自己的这个 所购买的材料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现在买的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我们来切换一下画面 然后一个一个跟大家伙来说一下 这样更直观 好吧 好 来我切换了一下画面 然后能够看到 孟孟老师小胖手了 然后还有就是 哎 我拿了个电板啊 能够看到咱们这个电板的 同学呢 在公屏上给我回复一波小花花吧 可以回复一波小花花 我操作这个 这个实操画面 同学们能够看到吗 嗯好 给我回应一下 要不然我会以为同学们看不到啊 嗯好 没有问题 同学们能够看到我现在这个有点偏灰色的这个电板啊 这个是A3的能够看到了吗 这个是A3的 A3的话 它相当于是咱们两张A4的纸张这样来并排这样摆放的这样一个大小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操作界面上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啊 也有小的 那我们同学们能够看到我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小格子 看到了吧 有这样的一个小格子 那这个小格子呢 同学们要注意了 它这个小格子代表的尺寸是多少呢 是一厘米 是这样子的啊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在操作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说 老师 我们这个做这个东西啊 可能取一厘米的土量 那如何来测量呢 哎我们就把这个粘土啊 拿出一小丢丢 拿出就是一厘米的这个土量嘛 拿出完之后呢 把它揉搓成圆之后 你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 你看这个格子就小 那这个放到这里边这个土量呢 就在偏少对吧 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格子里 它这个四边呢 正好可以说把它框住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厘米的一个球量 所以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课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取一厘米的图量 取两厘米的图量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测量方式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格子基本上是一厘米的 但是呢 同学们可能会说老师 我这个电板可能跟你有点不太一样呀 是不是有没有说跟我不一样的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发现了吗 你会发现这个格子里边有很多的虚线 那像这种的话 同学们也要注意了 你要看它的实线啊 这个实线呢 是一厘米 里边的这个虚线呢 给同学们画一个大点的 里边这个虚线 相当于是0.5厘米 0.5啊 所以呢 咱们在 如果说要实在是把握不住的话 你可以找个小尺子来测量一下啊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取图的时候 基本上问题不大 这样子啊 所以有虚线的 你要看它的实线的这个格子啊 这样的话是一厘米 嗯 这话同学们都能够理解吧 嗯 然后呢 我这个是比较小的啊 然后还有更小的这个电板 就是 哎呀 孟孟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材料控啊 就是看着啥老想买 所以我会有很多的这个啊 同学好啊 然后呢 那还有除了这个A3的尺寸 还有比如说这种小小迷你的呀 尺寸 那这种小迷的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小的细节 可能可以把它拿起来 这样可能好操作一些啊 看同学们自己这个 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要有的 实用性的话 可能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电板 哎呀 看到了吧 这个呢 看到这里底下了吗 写的是A4啊 这个呢 就跟我们这个白纸啊 是一样的一个大小 这个是A4的 那这个A4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去玩啊 啥的啊 或者是旅游啊 或者是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啊 不能也不闲着 可以你带个小电板 啊 还有一个A5的 这么这么小吧 这么小一点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携带方便 然后操作也比较方便这样的 然后我这个电板呢 它是双面的 有两种颜色 两种颜色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像我在给大家伙上课的时候 白色嘛 因为它有的时候反光 我会用到这个黑色这个面 还有去可能拍照啊 啥的也用这个黑色面还比较好的 所以看同学们自己 基本上是A3常用 A4呢也会有啊这样啊 这块都理解了吧 然后我们像一般有的时候啊 我们拿一个雕刻刀 这个是雕刻刀啊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会滑一下呀 这样给它拉一下 它上面会有印啊 有完印之后呢 它过一会儿呢 它基本上就复合了啊 就是基本上不会对它 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电板还是非常实用的 那如果你要滑的特别深的话 可能就差点事了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常用的 然后另外的情况下 我再跟同学说一下啊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绿色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绿色我们常看绿色对眼睛好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做手工的时候 可能放一个绿色的电板 可能更好一些 这个看大家喜好 可能还有什么蓝色的呀 粉色的呀什么的啊 灰色的都有啊 好嘞 那这是我们的电板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白褥胶 这个白褥胶 这个白褥胶是这样子 我刚才说了 这个基本上你就上那个小卖店啊 或者不是 文具店啊 就能买到这个白褥胶 这个没有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很简单 但是这话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这个白褥胶 我们不是这样给它拧开这个盖 用的时候不是这样拧开啊 不是用它 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上端有一个这个小小像 像子弹头一样啊 把它拧开 看到了吗 这块是能够拧开的 拧开完之后呢 它上面就有空挡了 然后呢 这样给它一挤 它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使用的当中啊 不知道怎么怎么弄 其实是这样来用的啊 然后另外用完之后 一定要给它拧回去 要不然的话 它上面就容易干了 是这样子 说到它啊 跟同学们再来说一个 在我们做手办的过程当中 一般情况下 我会用到这个乳胶分装瓶 这个乳胶分装瓶是非常实用的 基本上我不会拿它来用啊 因为我们做一些小部件的一个粘贴的时候 这么一挤 这么老多太不方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会用到这个乳胶分装瓶 乳胶分装瓶呢 我这个比较小 还有再大一点的啊 大小无所谓 它前面这个上一个小针管的这样一个口 会非常小 所以我们在挤的时候呢 就挤一点点 能能好操控 也不浪费 然后呢 在在做作品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你咔嚓一下挤太多了 这个作品也会受损 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一般价格可能在一块钱左右吧 有大有小差不了多少 就这样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往后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基本上就是它常常出镜 然后黏土当中再给大家 我介绍一个这个啊 这个白乳胶 它俩有啥区别吗 它俩的一个区别就是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后面的多肉课程当中 我用到它会比较多 为啥呢 因为这个白乳胶 它的粘性更强啊 这个白乳胶会有点偏稀 所以你可能挤出来 它半天不干 但是这个呢 的话我们挤出来点 它一会就干了 所以它粘稠 干得快点 然后做花卉粘贴的时候 会更快的能够把它粘牢 所以在做多肉花卉当中的时候 会用到它 还有一款是黏土专用胶 那个也是可以的啊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课程当中 一般是就是 基本上就这两个白乳胶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胶 只要我们能够 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啊 是这样子的 这个同学们都有了吧 这个白乳胶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下 赶棒了啊 这个赶棒 孟孟老师可以说是把家里边这个家底啊 可以说都拿出来了 感觉棒是不是跟 有没有同学跟孟孟老师买的这个是同款的 是不是跟我这个同款 我把这个手上的这个胶先擦一下啊 不然 不小心我怕碰到别的地儿 这个赶尼棒 是不是大家伙 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套工具里边有好多还认不全是吧 来看一下啊 看我的赶棒啊 这个都是 可以这么说啊 这些全都是孟孟老师的 我就把我家的都带来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没带啊 因为我我这赶棒真的太多了 看见啥就想买 嗯 这还有点放不下呢 你瞅瞅 可能大家伙就是在买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个吧 你们自己认一下吧 你们买的是啥样的 是不是其中肯定有你一款 对吧 大家伙应该可能大部分的是这种的啊 这样的 那这个呢 同学们会发现它两边有两个这个圈是吧 这两个圈是干啥的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擀粘土的时候 它主要是干啥呀 擀片对吧 就像我们在里边什么擀饺子皮 擀烙饼 它其实那个道理很相似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它也是用来擀片的啊 透明的这个是吧 然后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拿出一块蓝色的一个粘土 那粘土在使用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充分的给它拉伸揉捏 然后让它这个土质唤醒之后呢 它的这个土质会更细腻一些 是这样子 哎你们买的都是透明的呀 亚克力的这个是吗 然后我就拿出来一块粘土 那拿出来一块粘土之后呢 我要给它轻轻的揉搓一下之后 给它再扁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粘土擀棒啊 给它来进行擀压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手的力度使用的不够均匀 所以呢在这种擀压擀薄的这种过程当中 特别容易造成它的薄厚不均匀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这个两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基本上能够差不多在擀的时候 它的厚度能够基本上是一致的 看到了吧是这样子的啊 它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如果没有这种的情况下 我们要干啥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那个雪糕 吃雪糕那个棒棒 那个棒棒它不是比较薄吗 那我们也可以两边一边放一个棒棒 然后这样来给它擀压 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在擀这个片的时候 它的厚度上能够一致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做多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不怎么太用啊 看自己但是你们也别扔掉 就留着呗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用到呢 这个是擀棒 然后还有这种亚克力的 这个亚克力的其实跟它一样 这个是石膝的 亚克力的话 它还有一个空膝的 有一个空膝的 那个空膝的话呢 我尽量那个是便宜啊 但是呢 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 还是建议同学们要买石膝的 石膝的话沉一点 我们有手感 在擀薄片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好擀压的 力度上能够能用得上劲 太太轻的话 感觉老师觉得好像那个劲 就用不上似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子啊 它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 太多的一个区别 其实这么一感压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锈钢的啊 这个我不锈钢 我就是孟孟老师 真的是材料控嘛 不锈钢我都有俩 我还有一个大的啊 我就带来一个这个 这个也比较便宜 这个同样的一个啊 操作 但是看自己吧 你要说用哪个合适 但是这个不锈钢的 这个太轻了 这个有点轻 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老掉 哎 掉的时候不下来 看这个就是空心的 看到了吧 所以一般的话 不太愿意用这种空心的 感觉手感不太好 另外一种是这种的 皮皮材质的 有的也管它叫 纳米的擀棒 为什么这个还有点贵 好像得八块吧 我忘了啊 我这个买了很早了 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去这么擀压的时候啊 它基本上不太粘 是这样的 它基本上不怎么太粘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嗯 作用 就是我们有尤其是擀一些数字图啊 因为数字图同学们都知道啊 它有的时候会有点偏黏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种不粘的这个来擀的话 相对来讲会好一些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看同学们自己家去 给大家我介绍了一下 当同学们买的这个够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当时我就看人家用 我也觉得特别好玩啊 然后我就买 但是它这块有点太紧了 然后用的比较少啊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可能在做那个软陶的时候会好一些啊 这样 因为这个太宁啥了 我就不怎么用 所以就是就是 莫莫老师也是一个材料控都买了一遍 然后走的弯路呢 尽量让同学们自己也能够避免一些啊 这就是这个杆泥棒 我得把它收一边去啊 好嘞 这个就是咱们的介绍 同学们都已经有个了解了吧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个这个工具是啥啊 那下一个工具呢 是亚尼板 亚尼板的话 同学们买的是多大的呀 或者是说你们买的都是什么样子的 亚尼板啊 我孟孟老师这也可真的是啊 好几个啊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买的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亚尼板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赶压就可以了啊 学武飞燕你说小白要买哪几种 你指的是哪个 你指的是刚才的那个杆泥棒吗 杆泥棒的话 就一会儿啊 一会儿一会儿操作的时候再给你看一下啊 杆泥棒的话就说买那种石芯的啊 稍微沉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一会儿给你就是在旁边有俩圈那个其实就就可以啊 那个就比较常用 第一个出镜的那个啊 亚尼板的话是这样子啊 亚尼板的话它一般都是亚克力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板板呢 就是透明 然后有的甚至还带一些尺寸 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这个黏土的一些 比如说鸭片也好啊 搓水滴也好啊 搓圆也好 搓条也好的时候 自己也能有一个尺寸的一个测量 就带格子的啊 那它这个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揉搓和按压的一个这样一个作用 那这个亚克力板 你别看它就比较简单的一个亚克力板 它现在有什么U型板 T型板 然后圆形的长条的啊 这个各式各样的挺多的啊 然后一会给大家会再来展示一下啊 那还有下边的一个苏形刀 这个苏形刀同学们基本上都有吧 这个就是可以说必备了 苏形刀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苏形刀当中的 它是一个我们一般管它叫黏土工具三件套 这个三件套当中我们一般常用的 其实就是它 哎呀哎呀哎这么短 这个刀型工具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黏土工具三件套当中 这这俩啊 每个黏土工具三件套 它这俩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多多少少 有的那个后面可能是个球啊 所以看你的这套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啊 所以这个这两个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它主要用途是比如说我们按压一些发丝的纹路啊 或者一些裁切啊切割啊 然后按压一些褶皱啊都可以 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抹平啊什么都都能用它来操作啊 那我们也是同样切换一下画面来看一下 这个亚克力板是透明的 所以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那我这块列了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在买这个亚克力板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两种 对吧 以前往往有小白同学在问这个亚克力板说 老师这个亚克力板买多大的 一般情况下你只要是卖这种咱们手办材料的店铺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是最多的 它的这个两个尺寸呢 这个是10乘15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10乘15 然后这个呢是10乘10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一个大点的 一个正方的就这两种 这个是最常见的 厚度上啊 厚度上跟同学们再说一下 有的可能会比较厚度 只要不太薄就行了 像这个的厚度大约可能有个0.5啊 或者0.4啊这样子 这个还是比较偏厚的 有的话是有点偏薄的 像我看看这个啊 你看这个呢就稍微有点薄 这可能有点3 但是它的质量上 其实还是没有太大一个区别的 只要我们能够按压 然后操作就可以了 就厚一点的话 就是可能更结实一点 是这样子的啊 基本就10乘15和10乘10的 但是同学们在操作使用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嘛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得这样来操作 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习惯 尤其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样操作 有的时候不太好 操作给你们在上课的时候 那我一般的话愿用这种梯形 看到了吗 它是一个梯形 这个叫梯形亚克力板 我会常用的是这种 那亚克力板像这种的话 我握住这个 尤其在上课的时候 给你们演示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常用的是这个 那这个梯形亚克力板的 它的尺寸跟这个 那个大点那个还不太一样 它的尺寸应该是14乘9的 14乘9的啊 稍微的比这个小那么一点 是这样的 但是呢我用的这个比较多 你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亚克力板啊 搓一些水滴状 用它来搓啊 然后比如说再给它搓一些长条 我们都是用它来揉搓 这样子来揉搓啊 用这个亚克力板是非常方便的 对它这个透明的话 我们这样操作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啊 那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 不透明 你这么来操作 你都看不见它这里边 是下边是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透明的 所以哎 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因为之前我们班同学啊 就说老师 我之前都不知道 这上面有一层膜 然后呢就以为说 我这个咋这么不清楚呢 一点都不透明啊 就朦朦胧胧的 然后呢 他就又买了一个亚克力板 后来他才知道啊 这个亚克力板 我们刚买回来的时候呢 他为了保护上面不被滑 滑铺啊 滑的这种滑 那个滑滑了 所以呢 他上面会有一层透明的薄膜 有的是透明薄膜 有的是那种牛皮纸样的那个 所以同学们买回来之后啊 像这种也好 还是这种也好 把那个透明的那个膜啊 或者是牛皮纸那个膜撕掉 然后才用啊 这个 这个同学们那会儿 他不是我还没注意到 因为 他不知道他那个膜要撕掉 因为他那个膜 那个特别的严实 没有一点起贫的这个症状 所以他就没看出来啊 这样子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 是不是有留那层膜 用的时候把它撕下来啊 然后还有像这种小的 这个小的呢 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部件 然后比如说贴下一贴给他贴眼睛 然后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压扁给他拿起来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有的时候会能够直接粘在咱们这个上面啊 然后做一些小细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啊好操作 比如说给他眼睛贴上这一层眼珠 然后一贴的时候这样方便是这样的啊 这个看自己啊 反正但是常用的就基本上是这样和这种这种是我自己爱用的 然后还有的是这样圆形的这个圆形的亚克力板呢 也不见得他就是说给他来跟他是一样 但是他其实操作都可以一样 比如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个操作啊 你都可以用这种圆形的亚克力板来操作 其实都可以 但是这个圆形的亚克力板 他还有一个作用是啥呢 因为他有的是有长 就是他的直径上还有再小的 他还有一个作用是用来做底座 你看这个就特别薄啊 这个可能得0.2厚了 这个比较薄的 底座也有厚的啊 底座还有0.3 还有更多更厚的 那这个的话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作品 然后呢想把它让他能够立起来 但是呢又不想让他那个底座过于强劲或者是明显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亚克力底座 然后呢用钻头给他打两个眼 然后把这个作品呢就正好就直接放在这个上边了 这样的话他就能够站住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有 一般情况他这种亚克力底座是很多的 也有卖的啊 嗯 这个 没想到这个光一个 这亚尼板都这么多是不是啊 现在就是真的就是五花八门的 就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同学们是不是这个都准备了呢 这个可以说是常用的啊 基本上离不了他 这个就收了啊 嗯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黏土工具三件套啊 塑形刀 那这个塑形刀呢就一般请问他指的是他的 然后我这个是帕蒂格的 我这个是帕蒂格的 这个价位可能有点高 可能十五六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 瑞丽格的还是啥了 忘了啊 跟他也是绿色差不多的 那个就便宜点 可能五六块钱啊这样子的 他的除了这个刀形工具之外 这两个工具 可能他的两个头 就有点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圆头啊 有的可能还是一个其他的样式 所以不用特别的纠结 我们常用的话就基本就是他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 这个发丝的纹路的时候 也可以用他来按压 但是一般有的时候 做发丝纹路的时候 也还会用到这个 这个叫黑金工具啊 我们这样给他按压 比如说给他上边呢 压出他的一些纹路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压痕刀来按压 然后呢 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 我可能把它切掉啊 给他这个切掉 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啊 有的时候我们做完这个粘土 然后给他这么一按压 有的时候这个粘土比较粘 粘在上面了 然后又特别薄 我们用手去揪揪揪揪揪 半天揪不下来 然后把这个粘土还扯变形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压痕刀 一点点从边缘给他翘翘翘翘翘翘 然后他就拿下来了 有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还有他的这两个工具 像他的话 其实这边是有点偏那种像棒针的那种感觉啊 他这个有点偏尖 然后像这个的话也是同样的 那比如说搓洞啊或者扩洞啊 都是比较方便的 或者是做一些花边装饰啊 这样都行 看到这样啊 然后再扩一扩 他有点兼具那个棒针的那个作用 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 有点这种感觉 基本上这样啊 然后同学们这个是不是都准备了 都准备了吧 唯一是吗 你是到时候让学馆联系你啊 嗯 然后 现在我也没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棒针 棒针工具可以说是必备啊 也是必备的 为啥呢 就是棒针工具我们用的太多了 比如说塑造这个服装的褶皱啊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发丝的纹路也可以用它 然后 它的圆端的部分也做 可以当成这个丸棒来使用啊 这样子的啊 还有这个搓一些 那个人偶的眼睛的定位呀 然后嘴巴的一个塑造啊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棒针工具 嗯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丸棒啊 这个丸棒的话呢 它一般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哈 然后它也是比它的两个头呢都是源头的 其实它一开始都是做那个烘焙来用的啊 但是这个烘焙好多的工具都被手办拿过来用了 然后它的这个两个头呢 比如说我们给人物啊 尤其现在是特别流行的冰箱贴对吧 现在特别流行对吧 你们也可能肯定关注了啊 那它的那个冰箱贴这个人物做眼睛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就用这个丸棒来 哎呀它两个眼窝 嗯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花瓣啊 啊给它呈现出一些小小的凹槽啊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碗棒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棒针 呃棒针是这样的哈 我们棒针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粗细的一个区分的啊 稍微的近一点 棒针也会有一个粗细的一个区分 是有的同学可能就是买的这个棒针有点粗 有的可能有点细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是中间粗两边系 这个问题不太大 一般情况下的话就买的不要太粗就可以了啊 然后另外呃对于棒针 就孟孟老师她也是材料控嘛 我对棒针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有的买的那个棒针前边这个尖有点粗 太顿了 所以那个的话就感觉你做一些喜剧的话就觉得特别不好 所以你买棒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点就是前边一定要细一些尖一些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后边这个圆端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眼窝也可以用它来做啊 那我们比如说 我再拿一块粘土啊 拿一块红的红的颜色你们好看 要白色的话就太浅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一个小猪的一个嘴巴啊 你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小猪 这个小猪的嘴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尖啊 一搓进去 然后往下一拉扯 就呈现出这个小猪的这个嘴巴了 所以用这个这个棒针的这个胶尖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另外呢 你看我们要比如说拿出一块粘土 嗯 我们要是做出人物的一个衣袖啊 比如说给他搓一个衣袖 那他的一些走向啊 比如说中间打弯 中间打弯 然后可以呃 按压一下 按压完之后有的时候这个衣袖会有这样往上 哎 这样子 走向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棒针来呈现出这个一者的一个走向关系 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呢 就是用棒针来呈现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呃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花朵啊 花瓣也许同学们可能特别想要做那个玫瑰花是吧 永恒的经典 那这个玫瑰花呢 我们把它搓成一个水滴状 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像造花白棒 因为可能有同学要喜欢做花的话啊 我们可以你看啊 把它这样赶压 赶压出一个花瓣对吧 赶压出一个花瓣之后呢 哎 边缘上一般做花瓣边缘要抹薄嘛 而且还有一些波浪的动感 所以呢 我们再用这个看好了啊 用这个棒针 哎 赶压出它这个波浪的一个效果 啊 包括我们后面在初阶课程当中啊 同学们可能在第一堂课当中 觉得特别有难度的一个蔬菜叶片 我们其实也跟这个方法就差不多啊 用这种方法来赶 赶压这个 花朵 花瓣 这样啊 然后这个都是可以用棒针来实现的 实践同学啊 那我们在后面的正式课开课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伙来一个介绍 不着急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呈现啊 那一有的时候做花瓣的时候 还会用到一个造花白棒 顺便给大家伙来说一下 这个造花白棒 因为它前面会有些纹路 所以对它来赶压一些花瓣的这个边边上 它会有一些这种自然的纹路 这个是可以说白棒就是为花而生的啊 这个意思 那上面会有些自然的一些纹路 这个是特别适合做花瓣的 嗯 这个是造花白棒啊 但是咱们其实初线时候不用啊 我会给大家伙稍待一下 这个就是棒针的一个使用方式 嗯 然后棒针我们在买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前面会有个帽啊 因为它这个太尖了 会容易让自己比如说不小心碰到啊 扎到对不对 有的时候那个帽呢 就用着用着就没了 那给大家会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你用黏土捏一个 什么小猫头啊 小兔子头啊 什么其他头发 然后呢 哎 把它一插在这 然后平时用的时候很方便 我这用了好久了 也有点脏了 就是你这么一放 哎 特别的实用 还不扎手 还好看 是不是 哎 所以同学们到时候也可以做一个啊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玩棒工具 我把黏土先放回去啊 黏土在用完之后 一定是把它收一下不能放的 这个呢就玩棒啊 玩棒就是 大小 一般一套呢就是四个啊 一套就是四个 然后它就是挺沉的 那它有的时候 像我刚才不是做了那个花瓣吗 对吧 有的时候那个花瓣 它的因为玫瑰花 同学们要是喜欢 或者是说自己做过的时候 会知道 玫瑰花一般都要有一个凹槽 这样的话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它能够 这块是鼓起来的底端 有而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个 玫瑰花的时候啊 好多同学做玫瑰花 一个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啥呢 底下包的可紧了 很像一个花孤朵似的 然后呢就是感觉这个花上边开的挺好 底下包的特别紧 所以就是 做玫瑰花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玩棒 这个造花白棒看了吗 就是特别好的一点 它就不沾 看到了吧 它跟那个刚才那个纳米擀棒 是有点偏相似的 那它把它擀成这样一个花瓣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玩棒 给它呈现一点点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粘贴的时候 你看它这边是鼓起来的 这样组合的时候 它底下就不至于过于包裹 而让它底下太太小了不好看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这是玩棒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 嗯 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来比喻吧 孟孟老师呀 我刚才你是不是来晚了 小萱同学 你看这个小喵的这个眼睛啊 它其实是相当于我们怎么怎么操作的呢 就是比如说还是用这个 红色黏土再次出现啊 对孟孟老师 孟子的孟 然后做孟的孟 比如说我们啊 搓一个红色黏土 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玩棒工具 然后呢在它的上边给它按压出两个眼窝 然后呢再拿出两个这个白色的这个 呃 填充它到这个 眼珠啊 相当于做两个眼珠 然后填充到这里吧 就呈现出我们的这个 呃 眼睛的一个部分了 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玩棒也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另外呢 这个玩棒还有啥作用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黏土 把他压扁 把他稍微压扁一点啊 我就不知道操作的那么仔细了 那他压扁之后呢 哎我们可以给他呈现出一些花边 经典的中国红对呗 那我们来一点这个花边啊 那这个花边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的玩棒的这个头呢 有大有小 那你的这个大小呢 决定你就花边这个大小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 哎 在我们的后边的 有一个课程当中啊 呃 做那个蛋糕 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哎 就可以用这个来按压 呈现出比如说什么小盘子呀 或者是帽子呀 或者是裙子 都可以 所以这个玩棒是非常实用的啊 是不是这个同学们都买了 这个是很常用的 经典红啊 一会换一个 一会换一个其他颜色吧 只是这个颜色比较深 大家伙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目前又新出了一个玩棒 给大家伙来说一下 把同学们可能会不太了解 这都是孟孟老师的自己买的啊 只是要不说嘛 就是材料控了 真的是 这个玩棒跟他有一个什么不同呢 有没有同学买这种的 有同学买这种的吗 这种的话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这两端 它没有它这么沉啊 它的这个两端 其实跟我们的造花白棒的这头 还有跟我们那个杆棒很像 因为它不沾 所以它是特别适合 哎呀红色又出镜了 没办法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花卉 就是我们比如说 随便来一块啊 揉圆 就不揉那么仔细了啊 揉圆之后呢 比如说给它 哎呀 这么按压 看到了吧 它不沾 看到了没 特别好用 一点都不沾 但是如果你要是反过来用这个的话 它有的时候就会沾 你看它就会有点沾 这个还好点呢 有的会更沾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啊 看自己 但是我这个买的都特别贵啊 因为后来还有便宜点 那个便宜可能二十 不到三十块钱吧 那个的话 还行 但是那个 我这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头的 那个就没有这么大的头 因为我这个特别贵 我这个七八十 这样子的 所以看自己的经济条件 就是这个其实就完全足够了 但如果你要想那啥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种的 但这种也有便宜 而且这个还可以单满 单根的啊 就是一根一根的那种 这个都了解了吧 延然同学晚上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完棒啊 这样子 比如说你看我们有的书 做花的时候 比如说做菱兰 像这种的话 其实也很 很好的呀 就不沾嘛 对吧 没事啊 被蒙 被蒙被卡通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 剪刀 这个剪刀同学们都准备了不 这个都有吧 这个剪刀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有 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细节剪啊 细节剪呢 它有直头的 还有弯头的 比如说剪发丝的弧度 还有就是 这个剪一些精细的 比如说 那个 剪线呀啥的 都可以啊 然后 用到这个剪刀 是非常用的 而且我经常用到的啊 是下边的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呢 是直剪 就是一般剪一些系列都用它 然后弯剪的话 一般剪一些弧度的东西呢 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啊 还好 还可以 咱这块还 你可以管它继续听啊 我给一下二同学 那同学们 这两个剪刀 是不是也买了呢 然后同时 我再给大家伙 延伸一下 其他的剪刀啊 这个呢 就这俩剪刀 为什么管它叫细节剪 同学们有知道的吗 对 介绍工具 还有粘土材料 基础片嘛 肯定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呀 这俩这个剪刀 同学们要注意观察一下啊 它的前边会比较尖 特别锋利 看到了吧 特别尖 然后它的侧边 一定要看 因为有的同学买的这个剪刀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的锋利啊 这块一定要注意 有不太锋利的话 可能我们做一些小的系列地方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自己购买的那个材料啊 这个上面要尖 然后它的这个刃 你从侧边来看要薄 尤其它这个边也要薄 这样的话我们再裁剪一些的时候 你看啊 是比较好剪的 不太影响 比如说剪一些特别细小的 都是好裁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用这个来自材的话 你再看一下 就不一样了 看这剪刀 这多宽呀 前面妥顿呢 是吧 你再剪一下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剪刀 这个剪刀啊 是要这种 热薄 前面尖的这种啊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剪刀同学们在往后期学的时候 可能就会要啊 生到一个小绿剪 这个小绿剪呢 是日本的啊 那小绿剪什么小小红剪啊 那小绿剪呢 这个热更薄 特别好用啊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剪刀 为什么会说一下这个剪刀呢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还会再买一些其他的剪刀 可能你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 像它的这个长短啊 就太短了 所以我们要比如说 剪一些长点的一个发丝的时候呢 就不够就不够剪 那像这个的 它这个整个是比较偏长的 然后呢 剪起来会比较方便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帕迪格的那个剪刀 好像 然后也是日本的啊 它的这个前边是特别的尖的 然后它的刃也是非常的薄 看到了吧 这刃非常薄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细节的这个地方 用到这个剪刀 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 公寓善其事 必谦利其器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对吧 好的工具确实能 把我们的这个 怎么办呀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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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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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边剪的话有便宜的就是那种 小的像那种儿童的那种花边剪 塑料的啊 然后还有这种大的 那我们这个花边剪的话一般是有什么用呢 而且这个大的啊 像这个它的这个刃有 比如说3毫米 4毫米5毫米6毫米7毫米 它的这个大小不同里的这个剪出来这个花边是不太一样的啊 给大家会看一下 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在到后期 做一些人物的衣服啦 什么小花边那种的话 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会觉得方便 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那啥 还有其他的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人物的裙子 你看你这样一剪 是不是就把它这个花边就全都呈现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花边剪啊 我这个 我这个忘了好像是5毫米还多少的 我这个是比较宽的 有的时候你要想喜欢小的还可以买小的 是这种啊 好 这是我们对 剪刀的一个介绍 你看这剪刀也五花八门的哈 一堆一堆 哎呀 真的是 材料有的时候就这样 你会觉得 嗯 常用工具 其实基本的常用工具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 我是材料控 我就老爱买各种各样的 就这样子啊 想知道老师工具怎么收纳的 哎呀 我今天东西摆的太多了 我的收纳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知道了 嗯 然后 这块同学们都了解了吧 再来认识下一个啊 我的工具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小合合 然后还有个大点的一个合合 哎 这个呢是七本针和七个刀片 啊 说到七本针呢 我们还要说到一个工具是细节针 七本针呢 他针的上面就是顾名思义啊 就有七根针 然后他主要呈现出一些毛绒的质感 地毯的质感 草地的质感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就是七个刀片 切个刀片呢有长的和短刀片啊 长刀片和短刀片 他主要是用来比如说切割 比如说他的一个正方形啊 长方形呢 这样的话整体裁切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个是可以说是长用的啊 这个真的是长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七本针啊 这上边呢真的是有七根 这个针针啊 然后他上他主要就是用来呃呈现出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啊 他的上面的这种草地的这个纹路 我们就可以用他来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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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来呈现啊是啊 然后像地毯呀啥的 我们都可以用他来呃呈现他的这样一个质感 就呈现出一些啊 什么基礼啊纹路啊这样的 你比如说拿出一块粘坨 我们在他的这个上面啊 就这么小搓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看到了吗 嗯 然后这个啊哦 我们也是长用的 然后前期同学们有的说老师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工具如何来代替 那如果来代替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比如说五六七八根这个牙签 然后用皮筋也给他捆上 也能够呈现出他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前提是你的牙签要能接一点会更好 如果太粗了哈就是 不是那么的呈现的比较细节啊 然后说到基本针就要顺便说一下这个细节针 有个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细节针 这个就是细节针细节针呢 我们可以把它呃呃像一个比较细的一个棒针的一个感觉 是一个意思啊比如说呈现一些小的一准啊什么的 你都可以用它来呈现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后面做剁肉的时候 给他这个搓一个孔洞 然后插铁丝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也会用到他 这个就是细节针 这个是七本针 然后说到这个细节针呢 这个七本针的时候 我再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吧 有的同学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风景画 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风景画的 现在也比较流行的一些风景画对吧 风景画上面有各种颜色的这个 相衔接呀 然后就给它融合在一起 那有的时候就会用到这种脚脚刷啊 这个呢 他的这个上面会特别的密集 这个上面会特别的密集 然后呢同样就是做一些大的风景画的时候 就给他上面这么脚脚脚脚脚脚 这个会非常的方便 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之前做的啊 太大了 这个呢就是用黏土来做的 这样像这种风景画啊 那有的细节的一些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脚脚刷来给他呈现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就是做风景画用的比较多一些 你他这上面特别密集 就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就是这种风景画的一个呈现 像这种小的这个都是可以用它来制作 这样子啊 反正风景画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 好 那把这个就收了 这个东西们就理解了吧 还有没有说对这个七本针呀 还有细节针不太了解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那个 刀片 那这个刀片呢他有 长刀片 还有一个短刀片啊 长刀片呢 他是20厘米 短刀片呢是10厘米 那他的这个作用呢 基本上就是给他进行一个切割 进行一个切割 这个裁切 这个是10厘米 这个基本上是20厘米啊 这样子 那我们比如说给他 呃 裁切一个粘土片 裁切一个粘土片的时候啊 把它边缘要裁切整齐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切割刀片 那切割刀片在用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因为他比较偏薄啊 他特别的薄 看到了吧 他特别的薄 所以有的时候就容易拿反 然后就把自己给伤到了 所以同学们在他的上端 你可以用那个 呃 什么手 手杖交代呀 啊 给他贴上一圈 这样能够提醒自己 不至于被划伤啊 是这样子 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跟同学们说 注意啊 别拿反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拿反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看一下 因为做手工做着做着可能就 专注那个作品当中 而不注意这个工具的这个拿的这个方向了 那我们把它拿出一个黏土片 哎 刚才谁问了呢 就这种工这个就行啊 这个就比较常用啊 你买这样的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黏土片我们把它裁切呃 擀薄之后呢 我们比如把它放在这啊 对准他的这个格子 比如说这样给他裁切整齐 哎 裁的时候呢左右晃一晃 把它裁切的特别的整齐 然后另外啊 比如说像这种 这个长刀片 比如说做一些人物的衣服啊 可能会有一些褶皱 我们看啊 这长刀片可以弯一下 然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弧度 这样也是可以的 然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弧度之后 呃 比如说用我们的棒针工具 给他来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群群褶啊 这样子的一个一纹走向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来制作 看到了吧 棒针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修眉刀片 小的那个吗 那个不行 那个太小了 那个素眉刀片 就有点类似于 啊你试试这 这那种吧 那种刀片吧 那个其实也可以 但是他上边 因为他有点短 要长点还行 素眉刀片 还有点类似于像这种笔刀 我在课上 这个笔刀用的也特别多 嗯 比如说 裁切小的部分呀 我都用这个 用的也会特别多 嗯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 嗯 所以你看看这个 裁切完之后 呈现一些褶皱啊 跟棒针一配合 呈现出这样一些 嗯 群折 这是刀片的一个使用方法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个刀片啊 就是长短都 都都背着 基本都是会都背 因为你我们在课上啊 后面的课程当中 有的时候裁切那个 比较长啊 那你就十厘米就太短了 好 这个刀片 中学们都了解了吧 嗯 然后这个刀片 因为我们在那个 清单上没有特别说明 我这个是比较 我还是比较常用的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哎 这个到超青年土阶段了啊 嗯 到超青年土阶段的话 同学们是不是特别关心 我们要买什么样的土 然后 嗯 这个土 什么样的土比较好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 嗯 不太明白的这个地方 对吧 你们 粘土 有没有同学说老师我就买的那个500克 500克一袋的 然后 12 3块钱 嗯 这种的 是不是有没有买这种的 或者说我们家孩子那个玩的粘土 我就打算先用着 我也不想买 嗯 我现在这个手不太 这个能力达不到 用太好的土浪费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同学们 嗯 有是吧 嗯 超青年土呢 是这 前几年啊 不能说前几年 很多年了啊 就是流行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一个环保材料 可以说是一种无毒无味吧 这样无刺激的这样一个 材料 它捏塑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呢 它这个很容易塑形 嗯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色彩很鲜艳 然后这个 嗯 它可以说是自然风干 不需要你高温蒸烤啊啥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能自然风干的这样一个粘土 嗯 然后超青年土 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它为什么叫超青年土呢 就是用一个英文啊 甩个英文 就是super 就是超级青的粘土 是因为它的里边呢 有一个轻质填料 呃所以呢 它不透明 因为有了这个轻质填 这个轻质填料 填充进去之后 它比较轻 那它最沉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里边它有水 所以它主要的重量的部分是水 是这样子的啊 那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同学 有一点点小基础的同学会说 老师我的这个粘土啊 就是 就是哎 可能有的这个粘土 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它会出汗 冒油 是这样子的 那就为什么它会冒油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个超青年土的成分材料里边 它还有干油类的 然后是水分 这样 所以呢 它的这个粘土呢 它有些地方它特别潮池 尤其是南方 它会把这个水分 吸收到这个作品当中 然后把里边的这个干油类的这个物质 钉出来 所以呢 就会表面上看上去就冒汗了 出汗了 好像潮子呼呼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它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子啊 嗯 然后 对于我们在购买粘土的一个选择当中 我们 会看到有500克的 同学说这个老师工具咋收纳 一会给你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没有带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这些东西太多了 我们有这个500克的 有100克的啊 这样的一个 嗯 粘土 那我们的这个500克的粘土啊 可能大部分同学买的是这种的啊 500克的一个粘土 那这个500克的粘土呢 我一般情况下 会不建议同学们来购买它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相便宜不说啊 是因为它的这个材质在做完的时候 呃 不是特别细腻 然后呢 手感不太扎实 还有呢 就是它的这个 嗯 做完之后它一段啊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膨胀收缩力都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可能做完一些细节都蓬没了 比如说压了个眼窝 第二天就变成了一个圆球 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 还有我们还会用到的是什么呢 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粘土 100克的啊 这个一般专业手办的一个粘土一般它基本都是100克的一个包装 100克 那这个100克它的价位大约在多少呢 大约在五六七八块钱 这样子的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土质还是比较好的 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日常的啊应用 包括甚至于可能就是Q版的人物也可以用它来制作 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相对来讲会便宜一些 呃然后它的基本上呢就膨胀收缩率还是比较偏低的啊 所以它在制作一些细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什么的这种小戈笔啊 还有韩国土这个大家伙可能都是早有耳闻了对吧 那我们在往后的学习过程当中 比如说学到Q版或者是我们后面的这个高阶人物的时候呢 哎基本上可以说就都要用到它了这两个啊 所以呢同学们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 基本上用的都是它 因为啥呢它这两个土其实呃 没啥太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点贵啊 这个一包呢可能在13块钱左右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这个韩国土它现在换了新包装了 这个还是以前的老包装 新包装的话它是50克啊 50克的50克的话它的包装跟这个不太一样了啊 是这样 然后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跟小戈笔和韩国土它俩相混合 1比1来混合呃做人物的素体的时候会用到的比较多 是这样子啊 然后它的膨胀收缩力是非常的低 然后特别的细腻 然后手感很扎实 所以后面的话用到这个会特别多 往高阶走的时候啊 嗯 然后 我们手办专业土的满足的一些需求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肯定是要安全对吧 然后呢还有就是低膨胀收缩率 还原作品咱们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人物啊 给它压个眼窝啊 让它面部能够呈现一些立体的结构 脸蛋额头啊这样 但是呢你这个年土特别膨胀到第二天的时候 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圆球 就是细节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做专业手办土 手办专业方向的话 再用的这个土就要好一些 如果我们前期就是说练练手的话 你可以用那些便宜点的土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咱们既然想学要往专业一点的话 还是要用的好点的土 然后还有就是土这要细腻 无颗粒感 便宜点的土啊 可以同学们说一下啊 它真的就是颗粒感特别的强 它那些比如说做一些人物的头发 你会感觉它上面那个 特别的粗糙 气孔很大 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整体这个作品做完了之后 就会影响整个这个效果 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延展信号 延展信号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的拉伸 它的一拉伸 它延展会很长 会很长 然后做一些作品的时候 可能稍微拉着一点 它不会开立 然后它也能够往后延伸 比如说这块差一点的土 我们稍微的一给它推抹 它就过去了 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还有软硬适中 这个软硬适中呢 会有的那个黏土它特别的软 我们一握在手里都黏在手上了 那我们如何来辨别呢 就是我们拿到这个黏土 在手里边揉揉完之后呢 用手势劲一转 然后一给它打开 也不粘 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是合适的啊 是这样子的 还有这个干湿度适中 也就是说同样跟它俩其实差不多啊 就是不用特别的干 也不会特别的湿 是这样子 还有不开裂 有的黏土它会比较容易开裂啊 这个土就是我们 做一点细节 不是因为我们手 这个技术打不到 是因为这个土 确实是因为这个土不太好 而造成我们做一些作品 表面上刚揉一会 它就开裂了 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有些土它的开裂的话 我们一般不太爱用啊 还有可塑性 强 易塑形不易塌陷 不太好的土 你比如说你捏个圆球 它第二层可能就塌下去了 真有这样子的 因为我之前接触的图也比较多嘛 所以呢 就买的这个土 比如说我们刚做完一个圆球 或者一个正方体 它到第二层 它还是保持这样一个形状不变啊 然后手感扎实 手感扎实 就是我们做完一个作品 它有一定的一个分量 然后呢 比较细腻 不会说你一摸到去 感觉好像拿了一块泡沫一样的感觉 是这样子啊 然后还有成品的这个质感很磁 是不脆不易断裂 就是你一会儿就 我也把这个不好的土 给大家伙拿过来 让大家伙看一下 就是你一轻轻的一碰 它就断了 然后很很很干脆 但是我们要好一点土 你使劲揪它半天 它都不会坏的啊 然后还有它这个色彩饱和度很高 色彩饱和度高是这样子啊 每个品牌的土 它的色彩的饱和度 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话 像那个天乐的土 还是特别好的 就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是买这个黏土 都买什么颜色 同学们是不是非常关心 这个黏土的颜色呀 这三个前边这三个颜色啊 就是红黄蓝还有黑白是这种的 这五种颜色可以说必备 有没有同学说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啥 说一说吧 可以说一说 然后一会给你们展示图啊 我这个把我的图都拿过来了 因为我准备的图有很多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买这几种颜色吗 啊 刘晓苏同学说了三原色 是吧 为啥是 然后三原色怎么办呢 就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三原色吗 这些颜色退不出来 对的 苏欧同学说对了 对 所以我们买这个黏土的时候啊 基本上 这个 几个颜色 常备 因为这个前边呢 这个三原色啊 前边是它的三原色 这个三原色我们调不出来的 它不像我们 嗯 那个 这个三原色它就调不出来 就是你就得买啊 就这啥也不用说了 然后黑白呢也是 其实黑也是啊 我们黑色的话 你就是怎么调的话 它也没有它这么黑 所以就黑的就是 就买 然后呢 就是白色 白色我们可以说啊 我们可能假如说啊 黑 然后蓝 黄 红你可以买一袋 蓝 白色你可能得买两袋 甚至于三袋 因为白色用的是最多了 因为白色用它来调颜色 用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同学们就是 黏土要准备的时候 白色要比其他颜色要多买个一 多买个几袋 这样子啊 然后它的三原色配不出来 然后还有呢就是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买个肤色 肤色同学们知道如何来调配吧 肤色 如果你们要是想省事的话 还可以买一个肤色啊 肤色 可以买六个颜色 肤色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调用 这俩 加这个 来调成肤色 但如果你要是觉得省事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加直接买个肤色 啊对的 橘色加白白色加红加黄 嗯对的 非常棒啊 所以就是我们的基础是二色 我喝口水啊 要买把要想买的话啊 咖啡色绿色 然后嗯 嗯 眉红色都可以 然后还有 橙色 嗯还有 我得再想想 你一领不定一问我 我得想想 嗯其实基本上是十个颜色就可以了 你就是前面这五个 加一个肤色 加一个橙色 加一个绿色 加个咖啡色 然后你还可以再加一个 嗯 眉红 呃紫色 紫色 紫色 这个十个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 呃 这里边想跟各位说一下就是 紫色和眉红 我们最好买现成的 不要调 它不像颜料 饱和度很高 那它毕竟是黏土 黏土里边它其实混的也是一些颜料 所以它在调色的时候 紫色是用什么来调呢 紫色用啥来调吧 紫色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买现成的 因为这个颜色 调过来之后会发灰 蓝色和红色来调是能调出紫色的 那 眉红色调不出来 所以同学们最好也是买现成的 因为那个眉红色它会比较偏好看一点 那个眉红色多 我们自己调调不出来那种感觉的 所以这个颜色你们基本上是要买现成的 它会比较合适 是这样子的 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黏土吧 给大家会来看一下这个黏土 先摆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常用的这个黏土啊 那这个黏土呢 同学们看到啊 这个就是常用的 这个 加上白色 这个三个颜色 这个三个颜色 然后加这个 然后如果你要那啥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肤色 就是常用的这几个颜色 那我刚才说了 红色 和这个蓝色 来调的话啊 你可以就是等笔等笔来调 那调出来的话 它的那个紫色的效果 其实是不是那么特别好看的 所以就是允许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就是 呀 买个现成的一个紫色 是这样的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俩条的感觉 看到了吗 是这种的颜色 然后你稍微再加点白 它会再浅点 但它这个紫色 它怎么都没有买现成的好 所以同学们在这个黏土这块啊 这个紫色最好是买那个现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像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你都真没法调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这样像这种颜色的话 你们就可以买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天乐的图啊 这个是天乐的那个荧光紫 这个颜色的话 其实非常漂亮 我比较愿意用它啊 所以这个紫色啊 同学们就可以说 你看 最好是买现成的啊 这个 更同学们就这 但是紫色一般有的时候 可能会用的比较少 所以不要买太多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图 这个呢 是韩国土 还有这个呢 是小歌笔 小歌笔呢 是105克 然后这个是60克 那它一般情况 因为小歌笔 它有的时候 还会把它调小砖笔啊 因为时间放久了 它会特别的硬 特别硬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蒸蛋器也可以蒸一下 然后呢 你们到时候 有的话 最好不要放时间太久了啊 一定是能够及时的用 对这个紫色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看了 所以就是最好是买现成的紫色啊 这样 还包括那个霉红色什么的都是 你看它俩就算是 稍微拿出来一点点 加一点点白啊 它的那个感觉也不是那么特别的一样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就这个样子 嗯 然后 呃 这两个土啊 这个质感是比较好的 特别的细腻的 就特别的细腻 然后就是可以说 膨胀收缩率比较低 然后 你们往后学到 中高阶了 就基本上会用到这个土了 是韩国土和小歌笔 然后这个韩国土 一般用的肤色会比较多 还有 会有白色 因为这个 这个 韩国土它这个肤色会有点点偏深啊 所以有的时候会可能会加 小歌笔白色来这样给它一个混合 小歌笔的肤色还比较偏显的 然后这个呢 是大袋的韩国土 这么一大袋 这个就是肤色 因为肤色用的比较多 还有就白色嘛 所以一般情况 这两种颜色会买的比较多一些 就是大袋的韩国土啊 呃 然后它是非常的细腻的 那同时跟它同等价位的 哎呀 还有一个 呃 天乐 这个天乐土 跟同学们说啊 天乐的土 天乐土的颜色是 呃 特别好的 就是这个红色特别好 特别的正啊 这个 它的颜色特别的正 可以看一下啊 它这个颜色非常的 呃正 然后 它跟这个红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能够感受到吧 是吧 你会觉得是不是这个颜色会更好一点 就这样啊 天乐的颜色 黑色 这个红色是非常漂亮的 天乐的土的 质感 跟韩国土特别的像 就感觉手感都差不多 因为天乐的土的配方 就是从韩国购买的 所以它的这个土 跟它是非常像的 嗯 它的价位上 它好像也在13块钱左右 啊是这样 然后 天乐土 它有一个 嗯 小小的一个缺点吧 它收缩的会比较严重 就是如果你要翻脸膜的话啊 你可能正好三厘米 可能第二天没准可能2.8了 就是它会有点偏收缩 但它这个土的质感真的是很好的 很细腻 特别的细腻 同学们自己能够感受到 看到了吧 非常的好 我自己这个也是我自己的 嗯 然后 这俩图说完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嗯 这个 好多同学 是不是想便宜点买这个了 有吗 还有这个 有没有买这两种图的 嗯 具象大师有买的同学 我现在不太建议同学们用这个图啊 嗯 有是吧 有买这个的吗 具象大师是这样子啊 这个具象图啊 它有树脂黏土和具象大师土 还有具象普通的黏土 嗯 一般会买具象大师的会多点 然后以前的那个具象 不是大师啊 就叫具象超青年土 那个会有点太湿软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好 好一点啊 因为我以前我后来也不用 就以前买的会特别的湿软 这个是我以前 我买了 我买的是大袋的啊 我买的 啊 用时光图吧啊 这个 这个是我 买的大袋的 这个是100克的 这包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大袋的是500克的那种的啊 不是300克的那种的 这个就是 你看啊 这个就是有点稍微的 就是不太细腻 看到了吗 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这样 我 我这个放了很久了 可能有点过 但是确实是现在的这个 具象是有点这样子的啊 我这个没有打开 反正这个我用的比较久了 所以我也现在不用 就一直放在这 就这样 我就放在这个盒上 这样的 所以他的 你看他的延展性啊 就不是 你看 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可能再稍微揉一点 会好点 可能我这个放的年头有点多啊 就是这种延展性 就稍微的弱了一点点 啊 但是你看 你要是跟那个 你再看这个天乐 看到了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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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啥啊 就是冰箱贴 那个人物的头发一拉拽 就这种方式 你看这个 这个土就不一样 对不对 啊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用的这种 这种土 这个土啊 那这个土的话 也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价位上 还是比较便宜的 六块钱左右吧 啊 看到了吧 这个土也就是比较细腻 但他有一点点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 小小的缺点吧 他有点 有点缩 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就 这个呢就是这个土 好 然后 精灵土啊 精灵土 不太爱用 但他有一点好 就是他比较细腻 他特别细腻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容易开裂 你比如说你搓成一个圆球 搓成圆球之后呢 你给他压扁 这个边上就开裂了 所以同学老是说 同学在做完这个作业的时候说了 是我这个土怎么老裂啊 啊 这个有的时候不赖你啊 你就赖土就行了 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土的原因 明白了吧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具象和 呃 精灵土 我把这个市面上 基本上常用的 就给大家会儿 介绍了一下 还有一个图啊 看到了吗 这就是500克一包装 这个放的粘土有点长 你看 这个粘土啊 里边的这个气孔 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你 你看 这种泡沫的这种感觉 会特别的强 然后一给他捏的话 就这样 是这种的 这个就不太好啊 然后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图啊 嗯 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我刚才拿的这个图啊 你看这个我要拽啊 我得揪半天 你看我得揪半天 这都不一样 看到了吧 我得揪半天才能写的 时光那个是可以的 时光没有什么问题 时光那个就基本上跟这个 就是一样的一样的啊 好 看到了吧 这就是那个土和土的不同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土呢 超青年土给大家和家伙介绍了 那同学们 是不是还关心的另一种土 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土 特别关心 数字年土 数字年土有买的吗 同学们 嗯 数字年土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伙稍微的给 划分了一下 这个数字年土呢 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数年土 有这个素材土 哦 然后呢还有这个 常规颜色的一个素质土 然后还有这个金属素质土啊 就买了白色啊 你看这个同学说 就买了个白色啊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 这个素材土 在我们的材料清单当中写的是水晶素材土 对吧 我写的是素材土对吧 写了一个原色素材和水晶素材 我们在材料当中 其实是水晶素材土 没有颜色啊 同学们说老师买啥眼买啥色啊 不需要颜色 你就买水晶素材土 就这五个字 就这五个字啊 那水晶素材土和原色素材土有什么区别呢 水晶素材土 从这俩 水晶这俩字 你就会觉得晶莹体透的感觉 呃原色素材土呢 它也是透明的 这个素材土是啥意思呢 就好像我们揉块面 啥也不加 就用水一祸 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它的 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就是这种素材土 啥也没加 它干了之后呢 会有点透明的这样感觉 不能说全透 有点像半透明 那原色和水晶 它俩一个区别 就是水晶干了之后 会比这个 比这个上边这个 更透一些 啊 会比这个原色素材更透点 原色素材呢 会稍微的干了之后 会有点偏发黄 所以它没有水晶素材更透 但它也是属于透 透系列的啊 是这样子的 这块同学们能够理解了吧 啊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我们买 数字土 就水晶素材土 然后我们下边还有啥呢 有一个常规颜色的数字图 常规颜色的数字图呢 我给同学们列了一个不透明白数字图 就是同学说我买的是白色 对看上去是白色的啊 对对对啊 但实际上你要给它擀薄了之后 它是半透的 这个不透明白跟水晶素材 它俩从外表上看看不出来一样的 除非你把它擀薄啊 擀成片片的特别薄的 就等这样才能看出来 这个白色的呢 你怎么擀 它都不怎么透啊 也就是白白色啊 这个呢就会透啊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 有颜色的是啥呢 它就是比如说红黄蓝绿啊 这样子的啊 有颜色的数字图当中 它也有透的啊 所以你可能会买素材 买这个数字图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什么通透性的 通透粉通透绿是不是 那个是透的 有的就是没写的话 它有的是就不是不太透 这样子啊 这话同学们能够理解吧 因为同学们在数字图上 特别容易出问题 然后就是买错了 或者怎样的 嗯 然后这些当中啊 统统都归于一个统称啊 全就全都叫数字图啊 只是数字图当中 会稍微的给它分一下 所以同学会说老师 这个这个土和数字图有啥区别啊 我跟你说 它就是数字图的一种 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金银数字图 金属性的这个数字图呢 就是金色银色珍珠白 什么骨铜啊什么什么什么 其他的啊 这个就是做一些什么 人物的剑呢 刀剑呢 刀剑呢啥的啊 这个或者是一些这个铠甲呀 用的会比较多啊 有这种金属质感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选择这个数字图的时候要注意啊 水晶素材图它擀完之后 你看有点偏透 看到了吧 这块有点透 叫水晶素材图 不透白 你擀完之后 它就是不透白 就这样啊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数字图 这个呢就是金属数字图 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是带有颜色的 这种小包的数字图 这个是100克的啊 数字黏土跟超清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同样是100克的 它俩的大小不一样啊 就体积上它会特别的小 然后超清会比较大啊 这样子 然后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数字图在一些作品上 因为 因为这个数字图啊 它的嗯 干后呢 是有什么呢 就是有那种比较 嗯 有光泽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有的会有点韧性 有弹性啊 所以它比较适合做花呀 啊 这种仿真实玩呀 啊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人物的 沙质化的这种衣服啊 像你看像这种翅膀啊 衣服啊 全都用这种树脂黏土来做的啊 水晶素材土啊 有的话有点颜色的话 我们会用油画颜料给它进行混合 比如说像这种刀剑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金属土来做做 这个呢就是树脂土做的像是葵 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个树脂黏土 好吧 树脂黏土呢 我也准备了很多也是把我的一些呃 材料拿过来了 这个是具象的 然后这个呢是彩虹糖的 嗯 然后这个是冷瓷土 然后这个是紫玉土 哦 然后这个是面包土 装不下了有点啊 面包土 嗯 然后这个具象的啊 还有一个不透明白 看到了吧 是这样子 然后嗯 还像这种是小包的 这就是100克啊 你看这个100克跟超清这100克 他俩真的差的很多 他俩在体积上不同 所以你就会知道 树脂黏土它的密度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做他做一些作品的时候 特别的细腻 有的时候我们会 超清和树脂会混合 然后把他俩的一些特性都能够 融合在一起 树脂和超清混合1比1 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不一样啊 然后呢 会让这个这个作品表面上更加的细腻 然后会有一定的一个分量 因为他比较沉嘛 然后 不会那么特别清飘飘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子的 然后做一些皮质的衣裤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树脂黏土 或者是他俩混都行 那水晶素材土啊 水晶素材土 跟这个黏土一旦混合了 他就透感就 就弱了 所以这块同学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这么多的树脂黏土 同学会说哪个好啊 就是这个只能说就是看个人吧 这就只能说自己的一个感觉 有的时候我说这个词语土特别好 但有的同学可能我不太用的惯 就这样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彩虹团很好 但同学说我就愿意用具象 所以这就是个人看个人的 只能这样 然后词语土呢 确实还是挺好的 因为他做人物的衣服啊 做花卉啊 还是蛮多的 但他这也比较贵 这个是这个是200克啊 这个200克大约30多块钱吧 然后手运面包土 是之前做花卉的时候就用到的他 就学花卉的时候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他啊 这个这个土 是专门做花卉的 冷瓷土 他也是树脂土的一种 这个也是可以说做花卉啊 这个特别细腻 然后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好的树脂黏土 即便你没拆封 没拆封啊 没动它 你可能放的时间长 他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太好的树脂黏土 或者说特别便宜的黏土 你可能放了一年 或者两年 他就干掉了 但是这个黏土啊 你要是可能放个两三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他可能他都不会干掉 这跟土有关 是这样子啊 我都没拆封 我也没让他那个密封不严 他就干了 那有的好点的话 他基本上就没啥问题 像我之前的那个瓷玉土啊 我这个呢是瓷玉土 跟树脂黏 瓷玉土跟这个土 他俩混合做的这个玫瑰花 就这样啊 不是跟这个金属土啊 瓷玉土跟金属混的 然后做的这样一个玫瑰花 我当时做了还有个大的 这个就是放了一个小的 所以他俩一混合 就做了这样一个质感的一个花花 你们也可以这样来呈现 这个是金属土 看到了吧 这个金属树脂土 然后这个是有颜色的树脂土 就是这样子 金属树脂土的话啊 一会给你们看一下 太多了是吧 材料很多很多 这个也是我自己就是买的啊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嗯 比如说这个多肉 数学的话买一个500克就够了 这个多肉就是用这个树脂来做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馅儿葵 这馅儿葵老弄弄来弄去的都有点那啥了啊 这个馅儿葵呢也是用这个树脂黏土来做的 这个还是挺挺那个什么的 这个是比较有分量的啊 比较沉的 所以这个做花卉仿真花卉还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同学们就是如果要喜欢的话就是 这个树脂土要是那啥的话 你先少量一点先尝试一下感觉 树脂土有个特性啊 它干的要比超青年土特别快 所以手速一定要快 要不然它一会就干了 嗯 然后再给同学们看一下就是 玫瑰 这个玫瑰里边看到同学们 同学们看到了吗 这里边闪闪发光 呃一般情况下这个 是加的这个珍珠白 树脂黏土混在一起 然后呈现出这种亮闪闪 就是像蓝色妖姬嘛 是吧这样子 那这个玫瑰跟同学们说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看到了吗 这个我是树脂混了超青蓝色 啊然后也可以加油画颜料来混 然后呈现出这样的感觉的 或者像这样 看这个也是啊 它有韧性 你加了超青越多 树脂越少 它其实越软 一点都没有问题 看到了吧 这就是树脂混超青 树脂混这个超 这个这个 这个土呢混这个金属土 金珠白用的在花卉上 或者人物衣服上 我用的会比较多 我觉得会很漂亮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 金属土啊 我还会在这个人物的这个衣服里 裙子上 我都混了这个 这个这个土 金属土 看到了吧 这样子的 这个会感觉 衣服的这个质感上就会不同了 这样啊 然后 然后 呃 再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啊 看到了吧 这个人物的这个裙子 这个啊 全都是用的这个树脂黏土来制作的 那这个树脂黏土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跟油画颜料混合 然后给他擀片 然后呈现出的这样的一个质感的 看到了吧 这是我们用树脂黏土呈现他的细节 你看他这个衣服这块呢 也是混了这个珍珠白的金属土 呈现出来的啊 这是 树脂黏土在各方面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皮质的衣裤啊 啊 然后沙沙的裙子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哎呀 像这个啊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物的这个裙子啊 飘带呀啥的 全都是用树脂土来制作的 看到了吗 这都是用树脂土来制作的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人物他是搭配了一个 一把琴 他是搭配了一把琴的啊 那他这个琴的这个边上 全都用到的是银色的金属 树脂土来制作的 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哎 这个树脂土应用的范围上也很广泛 这样子啊 看到了吧 嗯 然后给大家回来稍微的看一下 就是当时我之前给东西们做了一些小小的一个小实验吧 这个是用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红色的树脂黏土 然后呢给他擀薄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个树脂土一定要密封好 要不然他干的太快了 这个有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干了 然后他的擀薄之后的效果看了吗 这个呢就是擀的特别薄 有点偏透 看到了吧 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是有点点偏厚 所以呢也是有点头 但是这个透的效果没有他好啊 就是用这个黏土来擀压的 充分的拉伸揉捏之后 一给他擀压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一个质感 看到了吧 就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彩虹糖的树脂黏土 他相对来讲呢就是擀薄了之后 也会有一定的韧性 但他这个通透感 就跟你的擀薄厚度有关啊 嗯 然后呢这个是面包土 这个就是这个面包土啊 然后这个的颜色上 你看会比这个更白一点 更透一些 看到了吧 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是瓷玉土 这个就是这个瓷玉土啊 那他的这个跟他其实他俩差不多 看到了吗 感觉上差不多 然后他的韧性 你看也很软 这个稍微的硬一点点啊 因为他价格上也摆在那了 然后这个是具象 这个是具象的这个树脂黏土啊 然后我们的树脂黏土 给大家拿出来一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拿个不透白吧 拿个不透白 我这个我这个具象的树脂买了很久了 往里边掏啊 掏的会比较会偏软 这个不透白会非常的白 你看跟我们普通的树脂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那种水中素材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呢会很白 就像里边加了颜料一样的一感觉啊 就特别的白 树脂黏土一般情况下会加那个 比如说他有点干了 我们可以喷点水啊 然后加一点这个树脂黏土软化剂啊 这样给他来操作 看到了吗 我给他擀的比较薄啊 也有点偏透 但他是白的 他就是白色 他这个就是白色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再拿一块这个具象的这个水晶素材 水晶素材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从外表看啊 这个会偏软一些了 这个呢就是没有他那么白 但是他擀了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 看到了吧 会特别的透 这个会很透对不对 这个 看这个会特别的透 非常非常透 这个呢就是水晶素材图 这样就可以了 看到了吧 这一个对比就没有 这个不透明白 然后这个是水晶素材 就这样子啊 那我们在初级课程当中 其实我们用到的那个彩虹糖 那个就可以了 或者是这个具象的水晶素材都可以 他的这个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 500块 我不是500克大约13块多吧 是吧 这样的一个价位 嗯 这就是这个树脂黏土 然后 我还 我这个里边装的是面包土 我这里边装的是面包土啊 我放在这里了 这个面包土呢 他的这个感觉上也是非常的细腻的 他的这个延展性不像黏土是这样 但他这个其实还是很好的 因为他主要是在 擀片啊 或者是花瓣的擀压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嗯 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啊 多揉一会就好了 看到了吧 这个也是非常薄的 非常透的 就是 这个呢 就是这个面包土 嗯 这个非常好用 这个树脂黏土同学们 有一定的了解了吗 可以说说 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一说啊 然后 我刚才说那个七本针啊 比如说做一些毛边啊 像这种毛边 这个 毛毛 都可以用七本针来去挑搓都行 都是可以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 一般最好还要再配个喷壶啊 因为这个喷壶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 我们用的非常多 面包图也有点贵啊 面包图也比较贵 所以咱们比较亲民的一开始的话 就便宜点的话就可以了 如果你后边做 稍微的再往上走一走的时候 你稍微觉得可以再往上升级就行 前期的话我们就 嗯 简单亲民就行啊 其实这个也很好的 此语图 不 呃面包图他一般他就是 做花卉的是最多的 然后此语图的话 花卉上或者是人物的衣服上 都用的比较多 这样子 所以就是 可以说面包图就是为花而诞生的 这样子啊 嗯 大家还有没有啥问题 也同样可以说一下 现在呢比如说 特别流行的多肉是吧 同学们到时候也可以用那个 呃 树脂黏土来给他制作出来 然后树脂黏土 比如说做一些仿真实碗也是 嗯 很好用的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 嗯 山地玫瑰 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嗯 叶叉 多肉的叶叉 都是用树脂黏土来制作的啊 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 呃 再给大家口看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说下问题啊 我跟你们再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这个 用树脂黏土啊 这个做的一个小桃子啊 因为他就用仿真实碗 这个还是比较 嗯 仿真的 然后 像这个 牛油骨啊 也都是用树脂黏土来做的 人物的这个 对 词语土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具象也可以 具象的话 一般嗯 我们老师特别爱用具象做这个人物的衣服 就是比较实惠经济 那个其实用的比较多啊 如果你要做你要是做衣服的话 具象就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 潮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再往上升级一下 这样子啊 nice nice 糖 所以这就是用这个 嗯 全都是用树脂来制作的啊 这个树脂 然后还有比如说 这种耳饰 这个也是用这个树脂黏土来做的 这种耳饰你们也可以来做 啊 或者什么这种钥匙链啊 这个钥匙链同学们是不是很似曾相识 对吧 对吧 这个也可以 纯树脂来制作的 这个都是用这些树脂图来 试出来的 嗯 然后 哦 我刚才还想过 因为我都带了 本来在那个做 那个刀片裁切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这样吧 这个全都是用黏土擀片 然后裁切 制作出来的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你看一些黏土擀完片之后呢 用刀片来给他进行裁切啊 整体搭建出来的 这个辐色辐香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非常漂亮的 啊 这个全都是用黏土片啊 黏土擀片 裁切 制作的场景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 是吧 嗯 还有就是再稍微的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冰箱贴 呃 冰箱贴 你比如说刚才用那个刀片 做这个人物的发丝的纹路的时候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呃 这个发丝的纹路 其实全都是用冰箱 那个刀片 啊 一点点压出来了 这个用这个刀片把他这个头发丝啊 一条一条给它压出来 然后呈现出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工具上啊 真的是呃 你在能应用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大大的这个眼睛 他的这个眼睛呢 也是用这个丸棒按压出来这个眼窝 然后填充进去 然后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啊 冰箱贴啊 现在特别流行是吧 有没有同学已经开始做了 就冰箱贴了 嗯 然后同学们还有没有啥问题 有是吧 嗯 那我们稍微来说一下这个超清和树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嗯 一同点吧 就是他他俩呢都是自然风干 不需要高温这种烤制定型 你比如说软陶 他就必须得经过高温烤制定型才行啊 然后呢 他这个树脂呢 比超清要干的快啊 呃 所以我们在做树脂黏图做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一定要注意手速 嗯 然后呢 同等重量下他的体积不同 是那个 呃 树脂黏图呢 他会小一点 然后超清会大一点啊 啊 然后还有成品质感不同 就是树脂黏图他其实更细腻 因为他密度很大嘛 他更细腻 然后呢 嗯 他能够做仿真花卉食丸 他有这种这种光光泽感 而且他还有一定的一个弹性 是这样子的啊 呃 然后 还有就是可自有混色 这个超清和树脂它俩可以互相混啊 一比一 一般的话会一比一 或者是不同的比例都可以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保存的时间就是作品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 放在一个罩子里啊 他能保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啊 是这样子一个问题 呃 然后我们 呃 后面的 这个材料当中基本就是用超清黏土和树脂黏土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黏土的一个选择啊 基本上就是大家会可以看一下 你们所买完之后他对应的这个阶段都可以看一下啊 呃 拉丝头发基本都可以用啊 只要一般的黏土 他的他都能够呈现出那种拉丝的一个效果 除非那个质量不太好 嗯 就刚才那种 呃五六六块钱左右的那个土啊 他都能够呈现出那种拉丝的一个效果啊 嗯 那我们在选择这个黏土的时候 同学们基本上就 能够了解了吧 然后到最后了 如果同学们 呃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 我们 来做一个 正方题好不好 然后你们可以把那个黏土拿出来 然后做一个正方题之后 来进行一个测试 看一下你的这个土质 是膨胀还是收缩 正方题会做吧 我们可以拿出一小块超清黏土 你们可以回家测试一下自己的黏土 是有多大的一个膨胀收缩率啊 一定要有一个了解 这样的话我们在做 比如说在做一些人物也好 萌物也好的时候 你起码有一个 比如说它是比较膨胀 你可以压的稍微把眼窝啊 或者是其他细节压的稍微的深一点 正方题 正方题我们做一个这样正方题的时候 你要看它的这个边边是不是膨胀了 整体呃 第二天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是哦 对咱们同学在做这个黏土的时候 一定要把表面要清洁啊 要不然的话这个作品是很脏的 呃 然后我们对于材料清单里边还有啥不太了解的也可以问一下啊 还有就是我没有跟你们说一下那个色粉 搓成这样一个圆球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用手来捏 这手这样捏 然后这两个手在它底端 然后放在上端 然后可以这么来轻轻的捏 捏完之后呢 你再给它从底下掏过来 再这么捏一下 这样的话它基本它一个正方体 就是什么就基本上出来了 但是呢它的各个棱角呢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看到了吧 这样一个正方体就捏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亚克力板 给它把它的 它是六面体嘛 对吧 把这个面压完之后 你再压另一个面 再压 先把这个四个面全压好 这个四个面全压好之后 我们再翻过来 压它的另外那俩面 然后整体再压一下 把这个正方体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正方体的这个各个棱角 还是不太明显 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给它稍微的 调整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需要给它这么捏一捏啊 把它的棱角稍微的捏一下 同学们到处自己测试一下 看你的粘土是膨胀呢 还是收缩呢啊 然后自己记录一下 对你的粘土有一个了解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让这个作品能够更好啊 更精致一些 把这几个边啊 这么捏一下 顶一下 这个正方体捏出来 然后放一宿吧 就是要干透的话 也要跟你根据你的这个作品的大小 然后你的环境潮湿啊 还是干燥啊 都有关系啊 一般的话 你就是怎么也得换个两三天 哎呀你是刚来呀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然后这个棱角 如果觉得不是那边特别明显 你还可以给它往外推抹就行 正方体都做好了吗 下堂课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实操了啊 所以材料没有的啊 抓紧时间准备啊 下堂课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作品 好 这个正方体就差不多做好了啊 嗯都没有啥问题不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啊 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可以说 或者对那个材料清单里边啊 还不太了解的也可以问一下 还来呀 就是刚下班 还是刚想起来有课 这话题就做好了啊 我跟同学们再说一下课堂当中我们用到的色粉 没有问题咱们就基本到这啊 材料清单看哪里 材料清单里边全基本都写了 课堂上我用的基本上是这个色粉 然后同学们 然后同学们可能买的有的是玛丽的玛丽的是硬色粉 这个是软色粉 软色粉的话 拿个刷子一刷就行 硬色粉的话就跟我们像粉笔一样的给他这个挖下来 然后才能用 是这样子的 刷下来才能用啊 然后 然后我们在课程当中用色粉前面的萌物啊 然后石板用的比较多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还是挺大的啊 你没有收到材料清单吗 要欺负同学 这个眼影盘有什么40色的呀 还有是其他颜色的 我这个是120色的啊 这个颜色比较多 然后呢 嗯 选择面也比较多 这个就是看自己 你要说要买奶的 我可能会建议同学们 如果条件允许就都都可以啊 如果要是那啥的话就买色粉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辉色粉会更细腻一点 眼影盘他有的像这种便宜点的 这个才20来块钱好像是 不到30块钱吧 这种的话就是 嗯 色彩多一些啊 这样子 然后 还有一个啊 跟同学们再说一下 课程当中 我们其实还会用到一种材料 就是 就是 亮油 眼影 眼影他不算色粉 他就是我们化妆用的那个眼影 或者你们有过期的眼影也可以用 你过期的眼影的话 他其实我们一刷就下来了 你要说他偏硬偏软 那肯定是软的呀 因为我们不用刮 一蹭就下来 我们在课程当中会用到有这种亮油 这个呢 是帕迪格的 这个比较偏贵一些 但他的这个质感会非常好 有没有东西买亮油了 嗯 那个小瓶呢 我被带啊 还有呢 是那种小瓶的啊 那个小瓶的呢 就是比较便宜 几块钱 而有那种无味的亮油 还有那种稍微有点味的 但是他都能够呈现一样的一个质感 嗯 比如说像这个人物的这个眼睛 我就是抹的亮油 嗯 所以他的这个抹上去之后啊 他的那种陶瓷质感会非常的明显 这个像我没有抹亮油 同学们正好可以看一下 哎呦 这个亮油 他是水性亮油啊 跟他们说一下 这个是水性亮油 那这个水性亮油 哎呦 还没有没带那个刷子 这个水性亮油相当于就是我们 嗯 做完了之后 那个笔啊 一用那个水一清洗就行了 嗯 看到了吧 这个是涂了亮油的 这个是没涂的 啊 这就是亮油 亮油我们能够给作品增加它的一个质感 亮油是这样子啊 如果就便宜点那个的话 不管是稍微这个贵点的 我们都是这个抹完一层 等它干了之后 再抹一层啊 你或者是两层三层都行 你不能就抹一层啊 对就是你可能涂的太太少 你怎么可能涂个两三层三四层 这样子 别多涂点 嗯好的 学武飞演咱们今天就结束了 我就是给大家 我再稍微的延伸一点点 就是 那咱们客户也会说啊 干了之后再涂一层 这个会更亮一点 因为它这个 这个日本的这个比较贵 但是有小瓶的 小瓶的好像十来块钱吧 嗯 这就看自己啊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你看涂完了之后和不涂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嗯 然后这个就是涂完了之后用水一洗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红瓶的 这个蓝瓶的是防水超亮亮油啊 有防水和不防水的 这个到时候自己去选择就行 好嘞 那我们的课程今天就到这了 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还会用到这个铁丝 啊 花一铁丝 然后还有这样的两头刷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都会用到的啊 嗯 嗯 这个是日本的帕地格的亮油 这一瓶好像得四五十吧 然后 嗯 有小瓶的 小瓶的话便宜点 十来块钱好像是 小瓶的可能是二十毫升吧 我忘了啊 嗯 行 然后 那我们先就到这啊 对了 然后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还会用到油画颜料 这个油画颜料啊 这个是油画颜料 注意当推们要买的时候千万别买错了啊 油画颜料是那个温纱牛顿的是红盒的 然后那个 丙系颜料是蓝绿色的盒 我不是刷一遍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刷完一遍 我得让它表面干了之后 我才能涂第二遍啊 一定得干了之后再涂 嗯 你看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红色很超亮的 但是这个干涂一遍 有的很亮其实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那个是比较便宜那种的话 你可能涂个两三遍还得多 嗯 干了之后再涂第二层啊 好 就这样啊 油画颜料千万别买错 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对 有的时候也会涂一个两层 有的话 你要觉得它一层可以的话 你就涂一层 但一般情况都会涂两层 因为厚一点的话 它会有更晶莹剔透的一种感觉 薄薄的一层 它有的时候表面上还稍微一点 不那么特别细腻 嗯 那我们今天到这 拜拜同学们 早点休息 嗯哼 接下来我们还会 呃在慢慢的加深了解 然后我们跟着萌萌老师来学习啊 嗯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